男人第一次进赌场 不懂规则的他 竟把赌桌上的所有数字都压了一遍 这下无论怎样 他都会赢下这场赌局 随着轮盘转动 小球最终落在了9号数字上 男人高兴欢呼 这一把的奖金报酬就是36000 一旁的阿杰十分不解 他们一共压了37个数字 还是亏了1000呀 可男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等着瞧吧 第二局开始 除了刚刚的数字9 男人又在每个数字上都压了1000 一旁的阿杰看了直摇头 果不其然 这次又亏了1000 很快第三局开始 这次男人把赌注从1000提高到1万 依旧是除了刚才出现过的数字全压 他坚信同样的数字不会出现两次 然而这次小球却落在了数字9上 这一把男人就输了35万 可他仍不死心 把身上所有的钱全部压上 随后他还不放心地询问庄家 听到这话 男人放心地掏出一颗糖果 旁边的阿杰看到后瞬间瞄动 他立即将所有的筹码都压到数字9上 原来在上赌桌前 两人商量好以吃糖味信号 把所有筹码都压在他没压的号码上 果然不出所料 小球落到了数字9上 他们直接赢下了500万 阿杰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庄家可以控制小球的落点 男人前面的一系列行为 都是在为最后这一下做准备 但想要将这500万轻松带出赌场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老板娘早就在电梯口等候多时了 要追加一次赌局才能把钱带走 男人似乎早就料到了 丝毫不慌 赌局的内容就是 猜出下一个从电梯出来的人是男是女 很快电梯门打开 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斑木立即给出答案是男人 一旁的小弟嘲笑他猜错了 只见斑木淡定转身 一招就让对方圆形毕露 无奈老板娘也只好放他们离开 殊不知 斑木曾是东京顶尖赌廊 号称是皇者 吞噬赌场上的一切谎言 三年前 斑木向赌廊俱乐部首领发出挑战 结果遭到对方暗算 输光了全部身家 还被消除了赌廊俱乐部的汇集 这次他重回东京 势必要拿回自己的称号 但要向首领发出挑战 就必须要先成为赌廊的会员 听说郊外有一个老头 愿意让出会员的身份 但条件是必须要赌赢他的游戏 老头给男人注射一针药物 男人的手臂和肩膀 瞬间肌肉膨胀 随着额头上的红灯亮起 人体实验武器罗灯起动 他像犬一样奔跑 动作敏捷 伸手矫健 朝着森林里的两个赌徒追去 就在几小时前 斑木和阿杰跟一个三毛老头打赌 赌局的规则是 在阿杰的脚上绑一个定时炸弹 必须在实现内 从NPC手中掏取五把钥匙 并活着走出大门 奖品是一千万和老头的会员身份 本次赌局 由赌廊俱乐部的二号主持人保驾护航 他们专门为会员主持赌局 惩处愿赌不服输的赌客 确保赢家一定能拿回赌注 斑木特意送上一支钢笔表示感谢 接下来赌局正式开始 两人进入老头的私人树林 很快第一个NPC出现 没想到对方拿的竟然是实弹枪 他们四处逃散 东躲西藏 可总是能被对方精准地找到 原来老头在他们的计时器上 装了跟踪定位器 在后方电脑上实时指挥 但赌局一旦开始就不能终止 机智的斑木站在外面吸引注意 阿杰则趁机从暗处偷袭 就这样他们成功解决了第一个NPC 拿到钥匙解除了一道锁 紧接着他们利用手机录音 将第二个NPC引入木屋 等对方反应过来时 阿杰从后方冲上来偷袭 到老头还在森林里布下了细钢丝 多魁斑木眼尖及时发现 他们用钳子剪断钢丝 将其布置在更隐蔽的树林中 然后由阿杰用精湛的演技 将另外两名NPC引至陷阱处 最后他们通过和NPC换装 成功引出最后一个隐藏的狙击手 阿杰也在倒计时结束前拆除了定时器 得知这一消息 气急败坏的老头 拿出了自己最后的终极杰作 人体实验武器猛兽罗登 但罗登的脑容量很小 只能维持15分钟 在老头的一生命下 罗登迅速奔向树林中找到几人 他力大无穷 随便一挥就能打费一个人 阿杰吓得朝着怪物连开树枪 可罗登反应敏捷 全都完美避开 两人立即转身逃进树林 他们来到一间小木屋 看到桌上的低浓度乙醇 斑木瞬间来了主意 随后他拿着一块红布 站在门口疯狂挑衅 将其引至陷阱处 埋伏在此处的阿杰迅速把碎乙醇 只要让罗登看不见 他的行动就会受限 这样两人撑过15分钟就可以获胜 惨败的老头愤怒不已 他这才发现疑问 对方是如何知道罗登弱点的 原来斑木送给主持人的那根笔 其实是录音笔 老头发号的一切指令 斑木都能听到 但赌廊俱乐部的规则就是 只要不被对方发现 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恼羞成怒的老头 抽到要杀了两人 直接被主持人制服 最后他们成功拿到会员身份 并拥有自己的专属主持人 接下来便是向赌廊俱乐部发起挑战 男人为了重拾自己赌王的身份 和好兄弟来到了一家地下赌场 而这场赌局的规则也十分简单 赢的人直接拿走60亿 输的人将会把命留在这里 一听这话 阿杰迅的手里的枪都揍了 这场赌局的内容是抽鬼牌 实则就是抽王吧 牌卡由两组一到十数字牌组成 再加上一张鬼牌 总共是21张牌 玩家必须轮流从对方手中抽出一张牌 组成一对之后即可打出 最后剩下鬼牌的那个人就输了 但这场赌局的鬼牌总共有5种 分别是数字1到5 每场赌局都会重新洗牌 其中一张鬼牌会加进赌牌当中 鬼牌上的数字代表的是 组装绞形台的组件数量 当绞形台组装完成时 赌局就结束了 绞形台的组件总共有11个 最快三盘就可以定胜负 赌局进行中 不得向玩家提供任何信息 但是在没被对手察觉的前提下 并不限制赌狼使用任何狡诈手段 很快赌局正式开始 前两局加入的鬼牌分别是4和5 经过两轮刺激的抽牌后 鬼牌全都留在了斑木手中 他的绞形台一下子就组装了9个部件 处境十分危险 遗憾的是 第三局又是斑木输了 不过幸运的是 这张鬼牌上的数字是1 他还有最后一次翻盘的机会 第四局来到了赛典 不料一上来鬼牌就在斑木手上 台下阿杰的心都提到嗓子样了 就在紧剩最后两张牌时 斑木故意将牌掉在地上 他捡牌时 佐田却下意识转过头去 看到这一举动 斑木仿佛明白了什么 随后只见他将两张牌横着举出 果然不出所料 佐田有些慌张抽到了鬼牌 这下阿杰总算松了口气 第五局开始 斑木却走到佐田的左侧 这次鬼牌再次留在了佐田手上 此时佐田的绞形台已经装好了7个组件 第六局开始 本局的鬼牌数字是5 无论哪房书都将彻底结束赌局 这次佐田似乎不再那么幸运 一上来就将鬼牌抽走 接下来轮到斑木 然而他竟直接走上前查看佐田的牌 台下的女助手想要提醒 却被主持人制止 因为规则中明确 只要不被对手察觉 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显然佐田没有任何反应 最后斑木抽走那张发 可佐田却笑得灿烂 还以为是自己赢了 殊不知 斑木手上的鬼牌 是他刚刚用笔画的 真正的鬼牌还在佐田的手上 原来佐田其实是个瞎子 他利用赌场上方的监控 同时查看自己的牌和斑木的牌 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 因为他做了人工视觉 就是在脖子后买一颗芯片 用来刺激视觉神经 同时安排一个人黑进监控系统 从而将看到的讯息传给他 但在赌局开始前 紧张了阿杰不慎打坏了一根监控 因此当斑木站在故障监控前时 佐田的人就看不到画面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运气 和舍弃生命的魄力 一切都是科技狠活